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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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则更溜 三岁背出金刚筋 熟读甲骨文 曾丽娅学校一众外籍同学 成为芭蕾舞后 兴奋的她 整天都不肯脱去芭蕾舞群 脖子上挂着的金牌 也不肯除下 除此之外 还在六岁时 看了自己的个人画展 秋天里的童话 在燕燃基金慈善晚宴上 李燕画的熊猫与小鸟 被拍出了一百万 真是一个全能型小天后 李燕小学毕业那天 李娅鹏更晒出女儿视频 现在李燕踏着冲线的步伐 为女儿自信的模样欣慰 这些明星 为了子女教育那么拼 归根结底 还是想让孩子 在更好的环境中 成为更棒的人 其实无论选择哪种教育方式 懂礼貌爱运动有修养的宝宝 就一定会特别受人喜爱 比如我们TF Voice三小只呀 好了 今天的芒果818就是这样 暑假快要结束了 小朋友们都要好好学习 成为优秀的人 明晚8点18分 我们芒果TV再见